我国与宏都拉斯断交之后 在外交政策上可能会做出调整吗 外交部长吴昭熙昨天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是否容许友邦在两岸之间的双重承认 吴昭熙也松厚不排除任何情况 中华民国国旗缓缓降下 我国与宏都拉斯断交后 驻宏国大使馆正式降旗 也将撤离大使馆 而中国大陆官媒《环球时报》更放话 宏都拉斯不会是最后一个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眼看国际处境越来越艰难 我国外交政策也做出转变 欢迎国际同时与两岸来往 但双重承认也代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恐怕会刺激北京政府升高两岸紧张情势 学者也认为难度很高 当我们决定要采取谈刺的时候 实际经过去了 看那个国家挺得住挺不住 北京给他的压力 欧布莱恩来立法院的时候 我也直接跟他提到 跟中华民国复交 但是这毕竟是不脱离所谓的 美国的一种政策 其实早在1971年 美国就曾经力劝国民党政府 考虑双重承认 但蒋介石坚持汉贼不两立退出联合国 不过如今揭开封印 也有委员抱持乐观态度 似乎在暗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外交关系的民主国家 愿意跟台湾发展官方的外交关系 反而是让中国开始担忧 近期台湾也与中东欧国家互动密切 在中国对外关系恶化下 蔡政府抛出双重承认 主动出击又扭转外交捆进 接着黄扬音乐大家可以播动